又涨价了 视频网站的会员又涨价了 爱奇艺涨完腾讯涨 这消息一出呢 网上就立马就炸锅了 大家太吐槽 我之前冲了VIP还要看广告 现在又涨价 你这会员我是不要了 那么友谊还是要说一的 收了钱还要看那么多广告 确实不舒服 但是视频会员涨价这个事情 我们还是要理性的来看待 第一点 做内容很烧钱 网站也要吃饭 我们以爱奇地为例 19年营业收入290亿 但是成本就有303亿 到头来 还亏13.6亿 到了20年 爱奇艺学聪明了 大力压缩成本 搞自制剧 不仅成本可控 够便宜 还能够对外卖IP版权 视频三巨头 还在抢低盘弹阶段 加点硬的 才能够把对手熬死 所以呢 他们除了考虑 拍低成本的自制剧 多收会员费 也是一根救命的稻草 毕竟呢 要做好内容 他得有本钱能做呀 第二点 对手太强 平台考虑收钱保命 话说现在视频网站的日子 是这么好过 平台之前都不停 还要面对那些后浪的威胁 比如说小破站和短视频平台 小破站的基本内容 是靠UP主资产的 成本非常的低 而且呢 现在小破站能够造血了 花了不少钱 买了一堆好内容 再说短视频平台 它不仅资产内容很多 能快速的看剧 还有最好的流量 接着到去年呢 我们的一顿用户 平均每个月 每个人 要在手机上花140个小时 其中短视频的 月均花费量时间 大概是33小时 这个数据呢 只比社交类的APP 少了一点点 说真的 你要是视频网站 遇到一堆这样的对手 你是不是也会选择 先收费保命呢 第三点 网站有理由收费 但没理由耗腰毛 很多用户是愿意 为了优质内容而付费的 但是 现在视频网站 做的有点恶心 比如说 开了会员还看广告 会员的专属内容 这还不高 更新太慢 说到这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很多人 会在网站上拼个会员 或者是直接看盗版 说白了 我们愿意花钱看干货 但没人愿意 花钱看垃圾 如果视频网站 喜欢收钱玩套路 内容质量就提不上来 会员涨价 只会更快地把自己玩死 用户都不是傻子 你算不打得太精 他们只会用脚投票 所以呢 你们对视频网站收费 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 我是能把黑别门铁本的撕码 我们下期再见